演员吴秀波丹西夏贵被张国立和徐征明朝暗讽!L'R'T'Koblake提供了新闻Glanta World。 我就是演员现在即将要进入到尾声了因为每个导师战队的队员都已经选好了也就是说现在全场已经被pass掉仅仅剩了15个演员留下的未必都是精英但人的胜负率都是很强的 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演员们会用尽浑身解数进行接下来的比赛。 因为每个导师的席位上都缺了几个空位所以在这一期中是演员们选导师的环节。 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盘算着自己去哪里被选上的几率更高些,在哪个战队的胜算更大一些。 。 吴秀波站队圈女生。 结果一回头,三个漂亮的美女全部来到了她的身后但因为席位有限所以吴秀波必须要拒绝一个。 。 为此她来到了张小斐的身前。 。 很委婉地说我认为你的喜剧比我演得更出色,喜剧也更需要你等等话语来拒绝了张小斐。 。 。 但让人吃惊的是吴秀波竟然担心下跪给张小斐。 这个举动真的有点过头了哇。 。 其实吴秀波这些年在娱乐圈中是很受人尊敬并且很受人喜欢的。 。 成熟稳重还有礼貌温柔。 但前段时间被爆出私事问题很多人对她一下就有了改观。 播书这么一柜被好多网友吐槽油腻播书太能言。 。 。 选徐征的也有好多个演员 这样徐征就会淘汰的更多 因为仅剩西位也只有两个 张国立告诉徐征说你也来刚才秀播导师那一系列动作 徐征边做着动作边说就得这么着是吧 当看见徐征身后的演员们时 张国立又说你这回惨了 你要跪好几下呢 徐征幽默的说我先给大家整体跪一个 播书这一个动作的确是有点不至于 但这人犯了事 其他人对你的态度立马变了 光凭吴秀波这一个动作 被张国立和徐征在台上开了多少次玩笑 这把电车都打来 请不吝点赞 我现在的电车都过去 这把电子了 对我来说 有点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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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生职的